有请组织人赵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来自华谊嘉庆的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音乐才子黄柏伦老师 爱情导师图类图老师 来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位嘉宾的基本情况 我和我的男朋友是网恋 当初见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非常帅呀 那我就什么都听他的 结果时间一久 我所有的事情都要听他的 什么叫他什么都听我 明明是我什么都顺着他 他如果不这样口无遮拦 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什么是我口无遮拦呀 如果不是他逼的我会这样吗 我自己的女朋友我不能管吗 难道还要去管别人的女朋友 那他这不就是大男子主义吗 我自己大男子主义男友怎么样 可是我喜欢哪个男明星 他就不开心 我和哪个男生讲两句话 他就这样那样的 这脾气还到底还能不能改了 为什么全部都要我改 他改一点点难道不行吗 两个年轻人 你看看这个问题提的 为什么全部都让我改 他改一些不可以吗 你们还能让人改变吗 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林 22岁来自浙江 微商女嘉宾小西21岁 同样来自浙江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你们俩谈恋爱多久了 谈恋爱一年了 怎么认识的 当时我是在自己做小生意 我是卖面膜的嘛 然后他可能脸上有点不好 然后就问我买 其实我不差那点钱 他多打了给我几块钱 然后我就说还给你吧 你多给我算什么意思呢 然后他就说白送给你了 那点钱你留着花吧就这样 我觉得伤害到我自尊了 我那个时候可能在忙一些事情嘛 价钱看错了就多给两块钱 然后他就磨磨叽叽地 一定要还给我 然后我就嫌特别烦 因为我就懒得回慢 这怎么就两块钱的事情 也一直要吵着要还给我 说明人这个商人经商很诚信啊 我就是特别烦 当时有事情啊 然后他那时候就直接就是骂了我 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就是看不起他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 然后就跟他就这样聊下去了 聊了一个月左右嘛 然后就渐渐地熟悉起来了 也对对方的那个个性 也感觉有一些了解了 然后就也没有谁追谁 然后就默认地就这样在一起了 这还是一段骂来的姻缘哈 对 怎么了 她什么都管是吗 对她真的就什么东西都管着 比如说我喜欢男明星 我觉得现场有很多女孩子 都有自己喜欢的组合啊 明星什么的 也可以通过就是各种方式去关注她呀 动态什么的 然后我就关注我一个喜欢男明星 我说她帅 她就说她丑 当然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就只喜欢一个 不管那个是明星还是怎么的 然后她主要的事情呢就是 有一次我跟她待在一起嘛 然后就看到她在给那个男明星发一些东西 然后当时就有一些男的 然后她又看见了 又让我删掉 说啥 之前她又发了张自拍照 她那个学长的姐姐当时也是加了她 她又跟她说挺漂亮的啊 有没有男朋友 然后她说有 她说有男朋友没关系啊 分了吧 给我弟弟然后当弟媳 然后她那个学长还在那边附和说 好啊 可以啊 挺好的 赶紧分了吧什么的 我当时就是 心里就看到一些不开心嘛 这不是个玩笑吗 那玩笑 你女朋友处理得很好说有啊 那玩笑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有伤到我呀 然后就删了 删掉了啊 她删了以后就跟上次那个请喝茶一样 她后来又把他们都夹回来 那你就别删呢 你夹什么呀 因为其实她当时跟我吵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小的事情啊 而且我删别人 我也没有跟她说 说哎 我把你删掉了 后来别人可能有什么事情来找我 又说哎 你为什么突然把我删了呀 那我也没有办法好解释啊 好 明白了 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吧 这点小事怎么没有办法解决呢 以后大事还怎么办呢 这么说她看你微信 或者看你手机 应该非常频繁的是吧 就是我现在就已经没有男性朋友了 一个男性的朋友都没有了 除了她吧 反正就要围着她转她觉得 我就是看不得她和其他男生 如果细皮笑脸的那种 我就觉得不行 什么时候细皮笑脸过了啊 那总会有一两次吧 所有男人都不行啊 不行啊 她连我爸的醋都要吃 这个不是吃她爸醋的问题 你们先说事儿 我们再判断啊 就是有一天就是星期六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还在上学 她答应我就是星期天中午 会早一点过来 就是跟我一起吃饭 然后我这个人也比较懒 就星期天中午就没吃饭一直等着她 然后等她到了三四点 然后她告诉我 就是她爸就她留在家里 给她做饭 然后做家务 然后她就马上就告诉我 就是今天不过来了 然后明天过来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 她可以跟她爸来讲一下 已经跟我约好了呀 然后就直接就是 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然后就直接这样子 这个还吵架 对啊 我为什么要在乎你的感受 那是我爸 我当然应该留在家里 给他做饭了 难道我去学校陪你做饭 把我爸一个人丢在家里啊 这个闺女儿是没白咬啊 然后 我就是当时一点不开心嘛 因为被放了鸽子嘛 然后最后就越吵越厉害 她每次吵完架 就开始关机啊 什么删微信啊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 我还会就是 打打电话 然后发短信一直发 然后一直她都是 也是不会开机什么的 然后到现在 我也是难得发短信 哦 那她这以后要工作了怎么办啊 工作当中那边有男同事啊 什么的 总得有一些社交啊 你管得了吗 她喜欢那个做蛋糕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她可以去 开一家面包店啊这些 我觉得都不错 还按她的兴趣来啊 对啊 那男顾客一看好看的老板娘 多聊几句啊 就是啊 面包怎么做的呀姑娘 你得问呢 反正就是她就是 大男的主力小心眼 那你怎么办啊 那你怎么办啊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 她自己也可以处理 只是我看着的地方 我觉得自己不舒服 你们俩是不是 在经常吵架 对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吵架 她一定要问我 说她和我爸谁重要 那你说我要怎么回答呢 你问她 你跟她妈谁重要 看她怎么回答 我和你妈掉水里了 你救谁啊 我妈会有有 你不会有 你就问谁重要 谁重要 一样重要 一样重要 为什么是一样重要呢 一样重要 因为是亲人也是亲人 爱情也是爱情 本身她就是一定要让我 一辈子都围着她转 就连我爸都不行 我还不能孝敬了 处处地管着我 而且我喜欢出去做兼职啊 她就不让我去 兼职是干嘛 去做模特里的什么东西 哦 那这个模特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她做 因为她自己的腿也是不好 然后有的时候站久了就会痛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少去参加这样的坚持 因为一直站着她也会难受 对 这她挺心疼你的挺好的 你腿不好就别站了吧 那也不能把我一直管在这里啊 她每次都是觉得我管她 管得特别多嘛 什么事情都觉得是我管着她 因为我以前的生活就是 经常跟那些朋友们一起去玩啊 什么的 就经常夜不归宿啊 自从认识了她 我就主动放弃了这些生活 因为我接触的人也很多 我觉得就是总会有一些坏人 然后就是不希望她会受到那些伤害 然后不希望她兼职的话 我还是就是我自己现在有能力啊 因为她没认识我之前 她去做兼职 也就是为了供自己的吃喝玩嘛 我觉得现在我已经可以照顾她吃喝玩了 我觉得她就是轻轻松松地待着 然后就平淡地就这样生活了就好了 明白了 害怕自己的女朋友被像她这样的人害啊 是这意思吗 有一点点 其实就是对位说 请喝茶 我过去曾经请过什么人喝茶 后来怎么了 是不是会这样 这也有一点点到的 好 那是不是在你心里面 你女朋友挺漂亮的 对啊 挺漂亮的 大家都会喜欢她 是男人跟她接触就没打好心眼 这倒是没有 没有你干嘛 她圈里一个男朋友都没了 那我就觉得那些男的朋友能做的事情 我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为她 这倒是 可是我还那么年轻呀 她知道人事险恶 我还不知道呀 你的意思是 你要试一下人事险恶 哎呀 这姑娘真单纯 那至少要等 那至少不要这样把我抓那么紧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今天来的目的 真的像小片里说的那样 你希望她改变是吗 对 不要总是什么都管我了 只要不管你 你还是喜欢她的是吧 少管点 那个能管哪些 不能管哪些 咱们就说能管哪些吧 先说不能管的吧 就不能管哪些 不能管我 就是跟别人交流什么的 那我至少可以 稍微能学到一点啊 好 他总是说谁是坏人 不能管我的社交 让我自己去分好坏 对 还有我自己的时间 我去做兼职 你不能管 要给我空间 兼职我得做 还有 跟我一起孝敬我爸 你不能觉得你自己最重要 当然还是我爸最重要了 我全家都重要 对对对 你得对我全家好 还有吗 可不可以在朋友圈 秀个恩爱什么的 我之前不是说的 我自己是在做微商啊 然后微商的话 我现在已经做了 有些有成就了嘛 然后我就是觉得 我如果在那个朋友圈 发这些东西 有些人会觉得我幼稚 这不就打了我自己的形象 我觉得 那你一辈子 不要交女朋友好了 不要娶老婆算了 好好好 那么幼稚 接着提要求 就这些了 这都做到就没事了是吧 对关键是他做不到呀 那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改他呀 谁改 他改 他要改不好呢 多少改一点嘛 我也会舒服很多了 哦 我看你们怎么改 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本圈 想黏着你 喜欢你 实际上他也管不住你 他怎么可能管得住你呢 实际上他比你还要幼稚 你看过一个气齿 男人在这哭得这么伤心 我告诉你 我做主持这么多年 十几年 我从来秉持的观点就是 给女生纸巾 男生绝不给纸巾 今天我 向更多的人来秀恩爱 这明明就是秀恩爱嘛 不是秀恩爱 这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吗 这就是秀恩爱 一定要非要等到大事以后 才来这个吗 其实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和好呀 所有事情都没办法和好 没有办法和好就分手 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改一点 凭什么他改 不是你改 你自己没有处理生活的智慧和能力 你怪他干什么 改变是互动的一种方式 学会那个方式最重要 我好了 平静一点 女生其实说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真的连你爱的人 都不再管你了 人生挺悲凉的 所以不要把这个管 看成是一种束缚 管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爱 只是他可能这个爱的方式出了问题 好吗 谢谢两位啊 请回 来 来 请关门 一对情侣因为外人眼中看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闹得不可开交 其实在这些小事的背后 还真是藏着很大的一些问题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看好这一对吗 看好请选择赞成 不看好请选择反对 来 各位请选择 80%的观众看好 20%的观众是不看好的 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 看好还是不看好 我看好 感觉他们两个还挺相爱的 谢谢 看好吗 我挺看好 5 4 3 2 1 精彩 5 4 3 2 1 请开门 请开门 我跟你说啊 世间的事就是这样 当初怎么在一起的呢 是因为她特别嘚瑟 她说你这两块钱 就因为一来二去这个 其实你想想看 你喜欢的不就是她这个女孩 身上那点小暇气吗 现在结果你来了之后 把这暇气给弄没了 还有什么呀 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 能改吗 能多改点 女生 女生 你能改点吗 能 哦 能 委屈的呀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把那戒指给叔叔 谢谢你们俩 来 各位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那给我点掌声吧 OK 没有掌声 我 我以后会 会改的 又哭了 你们俩亲一个吧 满足一下图老师的心愿 请亮灯 来 来 来 这边来 我们在这里要感谢 图牛旅游网 为本节目复合的情侣 所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 来 开始 停 首先要恭喜和祝福 老师们跟你们说了那么多 改起来其实挺难的 希望你们能克服 因为骄傲的人 最害怕的就是 有问题的时候 不去克服自己 老让别人去改 如果你们两个骄傲的人 能够因为爱 都为对方做改变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幸福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老师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你当然希望 这样一对在外形上 那么匹配的年轻人 能够开开心心地走在一起 所有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希望 走进节目的嘉宾 能够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他们遭遇了一些什么 我和她是高中同学 大学在同一个城市 她的性格活泼开朗 我挺喜欢她的 但是她变了 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觉得变得是她 刚开始我们俩挺好的 后来她脾气越来越大了 动不动就跟我说分手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作为她的男朋友 她做的一些事情 她也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了 她又像一个小女生一样 动不动就跟我说分手 每次都是我挽留她 我去求她 这样我真的太累了 我们之前也有差不多的经历 但是我们每次都能和好如初 这次她迟迟不肯答应我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我觉得她变了 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高23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徐21岁 同样来自河北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小片当中看到女生是不太想 跟男生和好对不对 不和好你来这儿干嘛呀 无知想让她知道她错了 我知道我错了 之前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有点小脾气 爱和她闹点小矛盾 但是我们每次闹小脾气小矛盾的时候 每次我们都能和好如初 但是这次为什么 我不知道她这次就为什么不行了 这个资料上面 你们现在还在学校再读是吧 是在同一所大学吗 那是给你买鞋 那我赚那么长时间不都是为了给你挑一双比较好的鞋吗 可是我当然想就是想和你好好坐下来 聊聊天喝点东西 可是你是把时间都花在买鞋上了 你觉得我 那我们两个人逛街也是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也可以边逛边喝东西什么的 而且是为了给你买鞋 我才逛这么长时间的 你觉得我这对你还不行 你还有啥 我那个不是想买鞋 我只是顺便去买双鞋 但我最主要是想跟你好好坐下来 才能心 好 这事先翻篇 我们记下来 买鞋事件 还有什么事 还有 我考六级的时候 他考过了我没考过 然后他在朋友面前 他又因为我一句话 当时我也没有说什么 我就问他你过了吗 我只是想问一下他 你过了吗 他说没有 我说我裸考 我竟然过了 我当时我因为我过了 我也特别惊讶 然后我就说我过了 他又说你什么意思呀 好像觉得我嘲讽他一样 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 不是 他当时当所有朋友都没有 包括他的朋友 我的朋友 他一直都在说我没过 他过了 然后他裸考过了 我那么努力复习还没有过 如果是单独 咱俩人说你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当在所有朋友面前 说我呢 我问你一个事实啊 兄弟 你过了吗 没有 没过就没过吗 是 关键是 他在朋友面前 他数落我 嘲讽我 感觉好像就我特别没有能力 我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 他看不起我 你又看不起他吗 我没有 我只是想跟他说 你哪错了 哪错了以后 你这点不应该错 你不应该错 你下次应该注意啊 再说你都考了好几次了 这是你说的话 确实有点嘲讽 不是 当时我的心是这个 但是我只说的他是 问他哪错了 下次应该改 不是你想 你当着朋友面不能说这个呀 确实不谈 我就记得最后一次 就是我们最后一次 就这次说分手的时候 就是本来我就特别难受 然后他就从来不说关心我什么的 他出去玩去了 我输液呢 然后我跟他说 说你在哪儿呢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现在告诉完夜肚子不舒服 然后他说 哎呀你怎么这么娇气啊 说什么你输液 输液本来就难受 这你还不知道呀 在那儿说我 那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啊 我就 那我生气 但是我没有跟他说分手 他就不行 然后我生气 我就不怎么理他那两天 然后他就觉得我不理他 就跟他生气了 他就跟我说分手 你生病住院 输液 他还跟你吵架 他就说我说我交信 然后你就说分手 我没有说是他说的 他生病住院 其实并没有免重 只是一个小感冒 他说那夜好像就是 对他身体有点就是说 不舒服 肚子疼 然后我当时不在他身边 在内蒙 我和我家长去玩 当时并不是我一个人 接电话的时候 他跟我说那些 他 我知道他就是 让我想安慰安慰他们 但是我情况确实不允许 不是 你什么情况 你不就跟家长在玩吗 有个什么情况不允许呢 我家长都在我旁边 父母在你旁边 你父母不知道你谈恋爱 对 主要是因为这些情况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 一下子数着 我就觉得你行 那你自己忍忍 然后他就觉得 我没有安慰他 他当时就不是那么说 他当时如果说话 这么好生好气的话 我也不会跟他说什么 他哪怕含蓄点说 我父母在旁边的 我也不会跟他生气 他就说你怎么这么交气啊 我是觉得我不在你身边 你应该自己坚强一点 什么事都需要我的话 我觉得我没有自己的空间了 你不觉得我这样很累吗 对 我在别人身边 我可以坚强点 因为那都是别人 可是在你面前 我还需要坚强吗 不是 你在我面前 就是可以不坚强 但是我不在你旁边 你是不是应该坚强点 好好好 关于坚强的问题 我们打一个逗号 我再问下面 男生这是你第一次说 跟女生分手吗 不是 他经常跟我说分手 只要他不高兴 就跟我说分手 而且扭头又走 过两天他高兴了 再回来跟你说 啊 干嘛出去 就跟没事人一样 然后你就又跟他在一起了 我 你也挺奇怪的 因为他做的事 太不顾虑我的感受了 他的心理位置 都没有把我摆正 他永远觉得 我不重要 朋友很重要 他没有把朋友 看得那么重要 因为他给你买鞋 逛了四个多小时 不是给朋友买鞋 逛了四个多小时 他在朋友聚会的时候 都不忘记教育 你怎么去读书啊 对吧 你挺 你怎么会说出 他认为朋友重要呢 因为他在朋友聚会 他说我读书事情 但是他有些话 在不知不觉就伤害我了 他就因为一件事 就是生很长时间的气 不说分手 这事就完不了 一个好脸都没有 我等他 他还不高兴那时候 我觉得他没有给我自由空间 我已经跟他通过电话说 我要去打游戏 但是他还一直 给我打电话 给我发短信 还追到我们宿舍楼下 我就没见过哪个男生的女朋友 这么去做过 太不照顾我的感受了 让我在我的朋友面前丢面子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他所说的他不够照顾 是指不照顾感受 也就是说他觉得女生 没有给他充分的很良好的心理感受 那种感受就是 对 就那种就是 我让你陪我上街是聊天 而不是买鞋 我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 你生病了 你别啰嗦 你把电话挂了 等我不在一起的时候再说 对不对 对 我打游戏的时候 你就应该远远地不要出现 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立刻在我的身边 你要的是这个吧 好了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男孩儿 我们分手吧 这一次一定不能轻易饶了你 男生 你一直说 他没有照顾你的心情 你真的是一个很纤细的人吗 你可不可以摸一下你的心 这没有好跟不好 因为有很多诗人 说到这一点 我送你一句话 你的命运在你的舌头上 孔子说 一言以心邦 一言以上邦 一句话可以改变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 同样的 你的一句话也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我觉得你需要制服你的舌头 你每次说一次分手 就伤害你们的感情很严重 他现在已经不知道 你现在讲分手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要制服你的舌头 你要从玻璃心变成坚强的心 否则你以后谈恋爱都会非常辛苦 女人说分手呢 多半都是撒娇 男人说分手很大成分是要挟 就像有些人动不动 在工作当中跟领导说我不干了 他除了能够说分手和我不干了 他还能说什么呢 我问你 你除了说分手 你还能干点什么吗 我当时只是生气而已 我也会生气 为什么就要说分手两个字呢 你可以生气啊 你可以跺脚啊 你可以拿眼睛瞪着他 你为什么要说分手呢 对不对 女人分手很大情况下 是为了 迎求对方的注意 她是一种撒娇 那你为什么老是要说分手 如果总有一天你说分手 那么这个直愣子的人 分就分吧 那就分了咯 如果他说分手 你会怎么样 你马上就会软 所以你在自己羞辱自己嘛 你何苦来呢 我 所以说一个有自尊 有尊严的男人 尊重情感的男人 不要动不动说分手 一旦说了 就不可挽回 你呢 我其实蛮喜欢你的性格 我有点像 我有些场合 不懂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我经常在一些不该说话的场合 把别人伤得半死 但是对自己的爱人 还是多少得注意一点 因为你伤别人伤一次 大不了下次不见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跟他在一块过 你还是或多或少照顾一点自己男人的感受 有的时候多多少少 要讲过一点技巧 好不好 就这样 生活本质有一些东西 它就是这样 世人都逃不过去 知道为什么老师们会那么去说你吗 知道 心胸太小 尤其对自己爱的女人没有胸怀 你发现你什么事都不承担 你凭什么跟人说要和好啊 到现在为止你父母还不知道你谈恋爱 我当时不知道现在知道 现在知道什么意见 挺好的 像他浓眉大眼挺 喜欢你长相 对 所以你现在就紧追不放了 也不是因为我父母喜欢 而是我觉得 他在意我珍惜我们俩这段感情 我觉得我放不下他 如果今天两位要再好了 你要再说分手 就真的没了 医生 我建议要考验 来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每次那么多次能跟他和好 都是因为他其实对我也挺好的 只不过一生气的时候 就特别地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现在已经知道 我之前做了很多措施 我希望你能监督我 改正我 我会以后好好珍惜我们这段感情 好好珍惜你 好好和你一起走下去 创造美好的未来 希望你这次能答应我 我会好好珍惜我们的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改 我会做给你看的 如果你不答应 我一直会做到 再说 会做到 让你看到那一天 希望你们相信 希望你们相信 两位请回吧 谢谢 来 请关门 一对恋人 男生把分手当成了口头禅 女生终于在若干次的被分手之后 今天想觉醒一下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 好像一如他们过去一样 有些情感大概就是一个 自己的模式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5 4 3 2 1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4 3 2 1 请开门 天天圈的网友提问说 男友现在提出和我结婚 我只想说让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再说即使两个人一起努力都没关系 我就提了这么一点点的要求 他就说我很现实 他总和我说不会让我饿死受苦 现在说我要求很多 还要和我分手 我该怎么办 精彩节目刷上开始 没有工作就想结婚 未免有些幼稚 动不动就说女人现实 男人很自卑